前面我们介绍的几种非经典逻辑 我们都说了 它们是经典逻辑的一种延伸和扩充 经典逻辑是它们的子系统 那么它们一般的来说是不会违反经典逻辑的 和经典逻辑是不违背的 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 那么下面我们要介绍的伏协调逻辑就是如此 那么所谓伏协调逻辑 那么也可以叫次协调逻辑或者超协调逻辑 或者叫的亚相容逻辑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对于相容或者对于协调 这里和经典逻辑有些不一样 那么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卢卡西威茨 他的一个学生叫亚科夫斯基 在一九四零年代也就是一九四几年 一九四几年末构造了第一个次协调逻辑系统 那么这个出发点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逻辑里边 我们知道是不容许矛盾的 如果有矛盾的话 这个逻辑系统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亚科夫斯基他的出发点他就说 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谈判或者是开会 我们大家都发表意见 但是我们有不同的意见 甚至于有完全矛盾 完全对立的意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我们的会议呢 往往仍然可以达到某种结果 仍然可以得出一些个 我们的所谓我们用我们现代话说 可以得出共识 这就很奇怪了 你既然里边有互相矛盾的东西 你怎么会得到共识呢 当然我们说大概可以求大同存小益 大概可以这样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逻辑系统里边 它是不允许矛盾的 也就是说我们等会还会看到具体的 我们以前学到过的推理过程 就是说在经典逻辑里边 它是不容许矛盾 为什么 因为只要有一对矛盾 那么所有东西都可以被它推出来 所有东西都可以作为它的结论 那么比如我们说 我们国家有很多部法律 很多部法律里面有很多的条文 这么多的法律里面这么多的条文 有没有互相冲突的 据学习法律的朋友说 有不但是有 而且在他们的司法实践中经常会碰到 那碰到了怎么办 碰到了那么就需要调整 也就是到一定的时候要修改法律 或者在有的时候要请最高法院来做解释 那么所以如果碰到了法律里边有互相矛盾的地方 这个时候当然我们的法律的实行就会出问题 但是这个出问题只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你不会说出了这一对矛盾 我们整个法律系统就瘫痪了 不会这样的 但是如果是一个经典的逻辑系统的话 经典的逻辑系统里边只要有一对矛盾 那么整个逻辑系统等于说就限于崩溃 因为所有的东西它就都可以从这里面推出来 也就是说相当于说所有的句子都是真句子 那我们说我们说的话有真有假 如果你是世界上的话都是真话 那就等于世界上就没有真话了 我说这个月 一号星期一二号星期二三号星期三是对的 那我说一号星期二就是不对的 我说一号星期三就是不对的 假如我说某年某月 一号星期一也对 一号星期二也对 一号星期三也对 一号星期四也对 所有的句子都是对的 那就等于没有对的句子了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系统就限于崩溃了 就限于瘫痪了 那么我们经典的逻辑系统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说法律里边 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 当然需要对法律进行调整 但是它并不会引起整个法律系统的瘫痪 也就是说其他部分仍然可以正常的在运作 这是为什么 说明我们平常我们所用的法律系统 它和我们的经典的逻辑系统是不一样的 我们像刚才亚斯科夫斯基他举的例子也是这样的 如果按照经典的逻辑的话 你有一点矛盾的话 那整个谈判都谈不成了 你不会得出任何结论的 或者说你可以得出任何东西作为结论 但是不是这样 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东西 得出一些共识 这是为什么 那么亚克夫斯基就做出了这样的系统 那么到后来 一个巴西人叫达克斯塔更晚一些 建立了更完善的次协调或者叫做辅协调逻辑的理论 那么我们先要为了解释辅协调 辅协调次协调超协调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跟经典逻辑的协调不一样 要突破经典逻辑的协调 那么什么叫协调 那么协调也就是相容 我们要对一些东西做一些解释 什么叫相容 一个逻辑系统或者一个数学系统 它是协调的 是相容的 就是说不存在合适公式A 使得A和非A都是定理 那么用我们刚才的日常的例子来说 你没有一个月 你说星期一是一号星期一是对的 一号不是星期一也是对的 而且我们在同一个意义上理解 你不能说什么几点钟 在中国如何 在美国如何 我们在完全同一意义上 同一意义上 在同一本日历上 同一个月里边 一号是星期一是对的 一号不是星期一也是对的 这是不行的 不存在这样的矛盾的东西 没有A和非A都是定理 就是A和非A它不能并存 这个叫做协调或者叫做相容 那么第二个概念 叫做不足道 什么叫不足道 就是不值一提的 什么叫做不值一提呢 或者说平庸的 也就是什么呢 所有合适公式都是定理 所有合适公式都是定理呢 等于我刚才说的就是 所有的合逾语法的句子 都是真句子 一号星期一也是对的 一号星期二也是对的 二号星期一也是对的 二号星期三也是对的 所有这些句子 你前面说一个几号 后面说一个星期几 都是对的 你这样的一套 你这样的一堆这个句子 还有意义吗 这堆句子就没有意义了 就不足一提了 就平庸了 就没有用处了 没有意思了 所以所有合适公式 都是定理是不行的 必须有些东西是对的 你相当于一个小学生做作业 一加一等于二是对的 二加三等于五是错的 是对的 二加三等于六老师说错的 四加七等于八老师说是错的 好 那么这个时候学生 他这个算术学的才有用 一加一是对的 我就记住了 二加三等于六是错的 那我就去改 改了再来给老师看 那么这个不足道 或者平庸等于什么呢 等于学生 小学生写的什么老师都说对的 一加一等于二 对 一加一等于三 对 五加八等于六 对 七加八等于九 对 所有都是对的 那你这个老师马上要撤职了 你这个老师完全没有尽到你的责任 是吧 小学生写什么你说对 那怎么行 你必须看什么对 什么不对 那所以呢 这个 所以协调性呢 就是说等于小学生那个作业本上 你不能说一加一等于二是对的 一加一不等于二也是对的 这两个都是对的 不行的 你不能两个都是对的 你不能相反的两个东西都是对的 不行 你总要有个 至少有一个是错的 那么这是所谓协调性 那么所谓不足道呢 就是说你不能都是对的 他总要有错的 当然不是说一个小学生 一个学生作业都做的都做的对 当然是对的 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都是对的句子 他绝不会把所有的试子都写上去 一加一等于二他写 一加一等于三他就不写 是吧 你说一加一等于三也写 一加一等于五也写 那就不行了 都写都是对的 那就是不足道 就是平庸了 那么我们说经典逻辑是什么样呢 是协调的 不是不足道的 也就是说对于经典逻辑来说 它是协调的 也就是说没有A和非都是定理 互相矛盾的东西 它不能都是定理的 不能都成立的 而且呢 它不是不足道的 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合适公式都是定理 也就是说有的合适公式 它不是定理 也就是说你要什么东西都写的话 那我一定要说这个是错的 那个是错的 当然我还给你留几个对的 那是这样的 那么在经典逻辑里边 如果不协调 就一定不足道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不协调 也就是说如果存在着一个A 使得A和非都是定理 也就是如果存在着一对矛盾的话 那么怎么样呢 如果存在一对矛盾 必定是不足道 必定所有合适公式都是定理 换句话说 如果有一对矛盾 你从相互矛盾的两个前提 它可以推出一切 就是推出一切合适公式 经典逻辑是这样的 只要有一对矛盾 那么所有东西都可以从这个系统里面推出来 这个我们可以举一个 我们在前边的这个 就是命题演算的这个系统里面 命题演算的这个自然演义系统 我们还记得 假设P1 我在假设非P1 你看我假设了一对矛盾 我现在假设一对矛盾 假设一对矛盾以后怎么样呢 我引入一个 我假设引入非P2 那么我把这个P1重述一遍 我把非P1再重述一遍 我就可以把这个非P2 从这个假设里面套出来了 我就可以说P2了 当然我这个P2不是无条件的 是什么条件呢 是在P1和非P1这一对矛盾之下 我可以得到P2 所以我们看 在P1和非P1作为前提 作为假设的情况之下 从C系统里面可以得出P2 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个步骤里面可以看到 你这个地方的P2可以是任意合适公式 你要想在这里写什么 你只要在它上面写一个否定 加到这来就可以了 你是一个非常长的东西 没关系 很长很长一个东西 或者很短很短一个东西 不管你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你想要在这写什么 你想要在这写什么 也就是你想要在这写什么 那你只要在它前面加一个否定 放到这来 然后很简单 两步它就出来了 第三步它就出来了 而且这个出来不是无条件出来的 是在这个前提之下 这是什么前提 一对矛盾 所以这个式子就告诉我们 在一对矛盾之下 在命题演算的自然演义系统里面 可以得到任意合适公式 作为它们的结论 也就是你要假设这个东西的话 什么东西都可以作为结论 那么C系统是如此 我们说C系统和L系统是等价的 也就是说那么你在这个公理系统里面也是如此 在任何的这个就是经典的逻辑系统里面都是如此 它不容得矛盾的 如果有一对矛盾 那么什么东西都推得出 什么东西都推得出 就和什么东西都推不出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 还是刚才那句话 我们再看一遍 就是说经典逻辑是协调的 也就是它没有矛盾的 它不存在矛盾的 它不容许矛盾的 所以它也是什么呢 就是说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定理 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推得出 就是它可以得到一些东西 另外也有些东西是得不到的 假如不协调 也就是说假如有矛盾 我们这句话可以这么来理解 就是说如果存在一对矛盾 那么必定所有核实公式都是定理 也就是说从相互矛盾的两个前提 可以推出所有核实公式作为定理 相当于说可以推出一切 这是经典逻辑里面是如此的 也就是说经典逻辑里面 如果有一对矛盾 整个系统瘫痪 整个系统报废 但是我们实际上 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从法律系统来说 法律里边即使出现矛盾了 可以通过调整矛盾 来解决问题 而且在这个矛盾调整之前 法律的其他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运作 在争论问题的时候 尽管有矛盾 但是其他问题 我们仍然可以达成协议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日常的我们的法律系统 我们的刚才说 我们这个讨论问题 这个结果 启发了逻辑学家 所以就建立了这个所谓的 浮协调的系统 浮协调是怎么样的 就是它不是协调的 也不是不足道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因为协调的话 是不存在合适公式A 使得A和非A都是定理的 它现在不是这样的 相当于说 它存在着合适公式A 使得A和非A都是定理 相当于说它存在矛盾 它允许一定量的矛盾存在 但是我们说 经典逻辑里边 一旦不协调 就是 一旦不协调 就是不足道 但是它不是不足道的 也它是足道的 它是怎么样的 它并非所有合适公式都是定理 换一句话说 就是这句话 相互矛盾的两个前提 不能推出一切 经典逻辑里边 相互矛盾的两个前提 能推出一切 我们刚才那个例子就是如此 那么在它这个 非协调 伏协调逻辑里边 不是这样的 相互矛盾两个前提 不能推出一切 会推出一些荒谬的结果 但是不能推出一切 另外 更重要的是 在伏协调逻辑中 不矛盾率 不是普遍有效的 就是不允许A 并且非A A并且非A是矛盾 不允许矛盾 不矛盾率 就是这样的 我们说过逻辑的最基本的 有几个排中率 排中率我们说是有条件的 两个东西要互补 不互补的话 不适用排中率 你不是化学系的学生 就一定物理学系的学生吗 不是 他不互补的 这里排中率不适用的 但是我们 传统的我们总是认为 这个不矛盾率 一定是通用的 是普遍有效的 任何情况下 不矛盾率一定是有效的 但是 伏协调逻辑 所谓伏协调逻辑 就是不协调逻辑 跟原来协调不一样 伏协调逻辑 它像不矛盾率 就是我们经典逻辑 我们传统逻辑里边 作为最最基本的一条东西 不矛盾率 在它这里并非普遍有效 但不是说一定没有效 但是它不是普遍有效 也就是说 它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 我们本来认为 排中率 它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 但是不矛盾率 它的适用范围是无限的 它是适用于所有的逻辑 这个系统 适用于逻辑的所有场合 但是在伏协调逻辑里边 像不矛盾率 这样的最最基本的逻辑理念 也提出了挑战 而且它做出了它的系统 这个挑战不是说 我不相信这条推翻了就完了的 它这个伏协调逻辑 你要做出系统的 它是做出系统来的 那么所以这个伏协调逻辑 它是在这个非经典逻辑里边 它不是 就是说这个不能仅仅说它是经典逻辑的延伸了 而且经典逻辑已经不一定是它的子系统了 它已经突破了经典逻辑的一些最基本的方面 那么好到这里 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些最常见的一些非经典逻辑 但是我们只介绍了一些它的皮毛 完全没有设计它们的系统 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 那这里主要是让大家开拓眼界 相信大家了解了这一些以后 会觉得很有趣 我们原来觉得逻辑是 好像是有很多的局限要这样要那样 现在发现很多东西居然都是可以突破的 而且突破以后会得到非常奇妙的结果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进一步学习非经典逻辑的各种系统 不过学习非经典逻辑 一定是要在学好经典逻辑的基础之上 才好来学习非经典逻辑 好 这一讲我们就到这里